我要這樣講 其實我同意剛剛大佬的講法 尤其是自由時報的那個部分 真的是完全鬼扯蛋你知道嗎 鬼扯蛋 就是說他如果真的是 吳敦義親近的人 我認為自由時報 要交代這個新聞來源 我等一下會回答您的問題 就是說怎麼會說 跑出來一個人講說 他說這個 吳敦義是在籌劃 讓一個2020不會當選的人出來 我要這樣講 如果不是一個勝算最高人出來 立委席次能夠拿很多嗎 你還能夠穩穩的當一個 最大在野黨的黨主席嗎 然後所有權力一把抓 我覺得違反基本常識的事情 但是第二件事情 我想大家講 就是傳得沸沸揚揚 說高層有一些什麼密室交易 什麼的 那是誰傳的 是友台的一個節目裡面 由一位尚義夫的記者講出來的 他說這幾位大佬密集的 進出了吳敦義的辦公室 所以他深信 郭台銘的出現 一定跟這幾位大佬有關 甚至講得惠聲惠影說 這個連郝伯村住院前 還跟郭台銘長談了三個鐘頭 我覺得其實現在就是 所有的這些被點名的大佬 被點名了密室協商 我覺得如果尚義夫講的事情 不是事實 那真的要 可能要做一些處理 你一定要出來做一些處理 出來做一些譴責 說尚義夫你怎麼可以這樣子 無地放屎 編排我們這些所有的 破壞國民黨所有的團結 我覺得一定要講清楚 因為大家最恨的 其實所有的台灣基層的群眾 在對民進黨 如此反感的情況之下 最恨什麼 最恨就是用宮廷文化 去喬調民調最高的人 坦白講大家最恨這件事情 至於你說推了一個郭台銘 而且他講什麼你知道 他還講了一件事 他講說因為他們密謀 就是說已經做了好幾次的 內部民調了 發現郭台銘的民調 只小書韓國瑜三個百分點 所以最後等於說 我不知道最後是誰勸進他 反正就是把郭台銘給勸出來 那麼我覺得勸他出來的人 不知道有沒有跟郭董講清楚 就是說一旦你出來參選以後 你要放棄哪些東西 你會遭受哪些攻擊 當然大老講的也有道理 就以郭董的性格 不是你隨便糊弄糊弄 他就會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一定要講清楚 如果這個韓國瑜 就是說明天的中常會裡面 沒有辦法想出一個解套的方式 也就是說其實現在解套並不困難 我不覺得解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比如說就是說今天也講了 就是我現在我就不要繳 我就不要繳那個900萬了 我不要繳900萬了 然後也不需要獲得韓國瑜的同意 反正你就把它納入民調機制 然後由所有的參選人 我們大家來協調一下 哪一些民調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明天的中常會這麼順嗎 我希望是如此 因為我覺得這個我想 我想吳也是繳盡腦汁 繳盡腦汁 而且我不覺得吳的智商有這麼低 找一個總統不會勝選的人出來 立委就能勝選嗎 有這種事情嗎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現在中央的部分 是在繳盡腦汁 在想這個解套的方法 我也覺得並不是這麼的困難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今天大家最厭棄的是什麼 就是歷屆的很多的 不管是黨的領導人也好 或是總統 退休的總統也好 永遠都在退而不休 退而不休 還要繼續干涉 要繼續干涉國民黨裡面的事務 或者繼續干涉整個國家的事務 比如說像有一個老番店 對不對 講說他要退休以後就傳教 傳了沒有 退了這麼多年了 還在到處去胡說八道 我必須講 當初做了很多事 大概他都可以賴說 老人癡呆了 年紀大了 包括國統綱領等等的 這些事情他全部可以把它賴掉 我覺得你去看看美國總統 人家退休了就是退休了 沒有再出來指指點點的 我覺得國民黨很重要一件事 是要釐清大家對於這種 全盟密室的疑慮